好各位同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一个什么 一个小东西 今天要教什么呢 教一个叫做尾宽荧幕 什么叫尾宽荧幕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拍摄影片的工具相当多 那比较新的大概都会有16比9或4比3的 这个切换的选项可以选 那可是比较旧一点的相机呢 或者比较早一点的型号呢 它可能只有一种 那就是4比3 那我们现在影片来源今天多了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工具并不那么好 可是我们却想要做出人家宽荧幕 这种效果那怎么办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做一个遮板 把它遮住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你可以自己做 可是这个网路世界就是可以分享 潘老师已经做好了 那你只要去把它下载下来 放在影片中就可以了 那它的真正潘老师的目的 当然不是叫你一路伪装到底 其实它我们将来可以下载下来以后 装透过一些动作的设计 我们可以让这两个 比如说宽荧幕 宽荧幕切换成为这个一般4比3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加一点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先只教简单的 为宽荧幕的遮板 我们要去 我们怎么操作 让它会有什么效果 那至于怎么下载 或怎么其他动作 请你再看相关学习的其他教学 我潘老师准备了4个课程 因为本来打算一起录 就发现超过时间太长 我们分开来录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去采访Cosplay的时候 前面哦 你看 这个影片 请看这边 这个上面这个预览的 预览的部分 糟糕了 预览的部分 那原本啊 潘老师是用这个宽荧幕的 这个摄影机拍的 可是等到后面呢 你们实际去看的时候 却变成4比3的画面 看到了没 你们使用的时候是4比3 也就是说 符合了我刚才讲的影片来源 它的显示比例不统一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它播出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个衔接的地方 会跳一下 那目前啊 你们是使用这个弹入弹处来转 其实潘老师有在电视上 看到别人有这个效果 不管是那个 下个花露迷啦 或者是封台湾 封台湾 他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如何 好 波龙 你看哦 起初是宽荧幕对不对 哎 渐渐退开 看到没 黑色 黑色的版渐渐退开 有没有看到 我们再看一次 好 黑色的版还在啊 渐渐退开 这样就 它在在衔接上就会很顺畅 那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有拿到潘老师的这个遮板 第二个呢 你只要把它拖到下面来 我先来这里看一下 你看这里是宽 这个是4比3的版本 我们就要把这个拿到拖下来 如果是威力导演9 它会直接就切得刚刚好 你看上下有两个黑的 感觉是不是很像那个宽荧幕拍摄的呢 那不过这样放下来啊 并没有动作 我们看一下好全片 好你看 整个完毕都没有动作 然后结束的时候突然又恢复了 那你只要把它拉到底就可以了 好你看 然后你把它拉宽了 拉到底它就会整个变成快萤幕的效果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伪装呢 你只要拿到这个遮板 这样就可以了 那至于到哪里去拿呢 潘老师已经把它放在 上传在这个PowerDirector 就是这个威力导演的一个专属的地方 那下次我们再来看怎么下载 今天先讲到这里 拜拜